眼前的这个小盘子竟然将洪荒天道吓得直哆嗦你敢相信吗 地道 这玩意为啥会在你身上 你该不会是天道吧 我就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洪荒里有地道 前辈 你听我狡辩 哦不 听我解释啊 我真不是天道啊 这天道轮盘不是我的 这天道轮盘是我捡到的 我正准备拿去还给天道呢 什么鬼 这玩意竟然是天道轮盘 我之前竟然还拿它来当镇头 此时洪军的声音还在不断地从天道轮盘中传出 洪军你在叫什么 天道不在这里 别狠了 洪军你在叫什么 奇怪 怎么会是那臭猴子的声音 难道天道和六尔在一起吗 随后洪军顺着六尔的声音来到了萧安这里 天道 洪军 把嘴给我闭上 不要在他们面前暴露我的身份 你搞我有什么事 天道 你是在搞什么飞机啊 叫你大半天都不回忆 洪军 二毕安 后面那猴子在偷听你没看到吗 在这里 不要叫我天道 叫我地道 我现在正在执行一项任务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快点说 说完快点走人 天道 毛布 地道 我就是想告诉你 紫萧宫没了 我讲不了道了 女娃等变数我恐怕处理不了了 洪军 你真以为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把紫萧宫架掉了 再把人全部赶走 然后再来委屈巴巴的汇报 是吗 我看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勇余 还有眼前这位高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等高人存在洪荒世界 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为什么你会让这等高人讲道 天道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曾几何时 开始变上秋的味道 有些事 我已然不记得了 不记得你们啊 跟我在这里装算是吧 但我调查清楚 一定会好好跟你算账吧 怎么回事啊 竟然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我的耳朵该不会是出问题了吧 这傻猴子又在发什么神经啊 红军 地道 你们在那说什么悄悄话呢 前辈 没什么 红军只是跟我报告一点事情而已 你不要多想 地道 你踩到我了 能不能下来再说吧 不对啊 红军不是帮天道做事的吗 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地道汇报事情啊 天道 这回你该怎么解释了 红军 你去解释吧 随后天道一脚 将红军踢到了萧恩面前 前辈 我打两份工没毛病吧 好好好 我怕是来了个假的洪荒世界吧 出来个地道也就算了 这红军竟然还是个双面见底 这个天道 竟然这样坑我 看样子他好像很怕在前辈面前暴露身份 刚好可以用这件事威胁天道 天道 你给我等着吧 我要你对我的态度 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病 好好好 好好 红军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 躺在我老师怀里笑得那么奸诈做什么 老师 你要小心啊 我觉得这红军心里有点问题啊 刚刚他笑得比我还为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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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